女孩19岁了还是处女 她迫不及待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爱神阿富罗迪推让她随便选个男人 自己能满足她的心愿 女孩环顾四周 最后选择了个小黑 爱神朝她略施魔力 接着又对女孩轻轻一点 两人就这样对彼此一见钟情 爱得如交似妻 而女孩不知道的是 这个男人并不是普通人 这是豆瓣9点4分的冷门神剧 久经沙场的女战神和英勇女诗人一起冒险 路过一片小树林时 加比义正言辞地警告希娜 明天生日的时候别再搞恶作剧 自己的小心脏可承受不了 可希娜不同意 说这是我们的传统 除非你求我 加比立刻可怜兮兮地恳求 见她这俏皮的样子 希娜假惺惺地答应 然后拿出望远镜假装自己不会使用 加比一把夺过来 给她示范一下 好像也没看到什么 但是就在这时 海边传来喧闹声 几个教徒正在进行活人祭祀 原来他们不堪忍受当地军阀菲尔克斯的喜结 便将一个19岁处女献祭给神明 希望能获得庇佑 眼看女孩即将被推入海中 一个侠克伦飞了过来 众人疑惑不已 回头一看 只见侠克伦回到了一个女人手中 正是大名鼎鼎的战士公主希娜 原谅我 神父 教徒们抄起家伙攻击 面对军阀他们不敢反抗 面对两个女人 他们重拳出击 不过这些杂碎肯定打不过希娜 混乱中 女孩还是掉了下去 希娜立刻飞身月下 戴上有飞天功能的赫尔莫斯头盔 将女孩救了起来 女孩天真的以为这就是神明 立刻就要投入她的胸怀 希娜打趣地说 他们已经名花有主 接着女孩又跪下来祈祷 希娜赶紧说自己不是神 只是戴上这头盔才有的神力 女孩这才反应过来 你居然毁了我的献祭 要知道我的神圣职责就是 将生命献祭给全知全能的神明 女孩屏住呼吸想憋死自己 以获得神明的青睐 希娜和加比觉得她的三观有问题 这傻孩子需要我们的帮助 得带她见识一下真正的神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她就不会想不开了 走了一会儿 找了个瀑布停下露营 女孩刚铺好自己的被子 就看到希娜和加比在瀑布中洗澡 天啊 好羞耻 这是我能免费看的吗 两人邀请女孩一起下来打水仗 女孩羞涩地拒绝 因为神明绝不会允许这种事 晚上啃完了一只烤鱼 女孩觉得美味无比 但又心生愧疚 自己居然吃了神的子民 罚自己晚上睡觉不该被子 加比扔了套被子过去 女孩傲娇地推开 希娜说如果神不希望我们吃鱼 那怎么会让它们如此美味 女孩觉得有道理 呦 真冷慌 半夜的时候 加比突然狂笑起来 有什么冰冷的东西在蹭她 她还以为是希娜的脚 掀开被子一看 居然是一条黑布溜秋的生物 她气得抽象希娜 这恶作剧真是越来越过分 既然这样 那就开战吧 次日清晨 女孩在阳光中醒来 希娜已经在沉浴 起来时发现自己的衣服换了位置 正要伸手去拿石 满锅的鱼肠掉了下来 加比幸灾乐祸地说道 你能空手接白刃 我还以为你也能空手接住这些鱼肠 这次报复属实有点狠了 收拾过后 三人来到爱神的神庙 希娜介绍她和女孩认识 见她这放浪行孩的样子 女孩显然不相信她是真的神 于是爱神便给她露了一手 女孩说这只是某种幻术 你骗不了我 如果你真的是神 那你应该去成恶阳善 而不是玩这些把戏 爱神微微一笑 好吧 那我承认我不是神 来到了繁华的迪比斯 女孩被这花花世界吸引 满目琳琅的商品应接不暇 而加比有些哀伤 因为她错过了 引游诗人萨夫的演唱会 这时军阀菲尔克斯闯了进来 原来她想要抢夺赫尔莫斯头盔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混乱之中 爱神带着女孩离开这是非之地 女孩这才惊讶地意识到 她真的是个女神 希娜狠狠教训了这些军阀一顿 这战斗力应该让她跟克雷斯上经济场比试一下的 混乱中头盔落入了军阀手中 她惊喜地抄走 流之大吉 希娜说不用担心 那是假的 加比说我以为你又要恶作剧 所以又换成了真的了 希娜一脸无语 两人赶紧追出去 爱神和女孩整得像要度假的 这身装扮 有点麻雀变凤凰那位了 爱神喜获门徒一眉 女孩已经决定将此生献给伟大的爱神 希娜暂时没空管他们 跑去追头盔 而女孩突然有点忧伤 我没谈过恋爱 又怎么有资格崇拜爱神呢 爱神闻言决定让她实践一下 女孩看上了旁边的小黑 爱神略视魔力 两人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对方 小黑当场求婚 要领她回去见家长 菲尔克斯正在玩那个神奇的头盔 希娜和加比正准备杀进去 小黑突然带着女孩回家 原来她是军阀的儿子 爱神这才发现自己闯祸了 正想收回咒语 希娜却制止她 这样会吓坏人小姑娘的 她有个更好的办法 三人乔装打扮 希娜和爱神扮成她的父母 加比假装礼服采访 三言两语将军阀哄得晕头转向 爱神将女孩带进房间 解除了她的咒语 说我们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 希娜苦口婆心地劝告她 不能为了遇到的每个神放弃人生 你必须停止追寻别人的脚步 享受一下做自己的快乐 女孩若有所思 而接着希娜来到外面 听说你们干军阀这一行吧 身上都会有了不起的伤疤 菲尔克斯骄傲地展示自己受过的伤 其中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头上这个 大名鼎鼎的战士公主希娜留下的 她总有一天要报仇血恨 爱神和加比趁机给头盔掉了包 然后交给女孩保管 将她送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谁知女孩一出来 又被那几个教徒抓住 真是才出虎穴幼锦狼窝 很快女孩被绑了起来 又一次献祭给神明 这时希娜冲了进去 又来多管闲事 难道你没听过宗教自由吗 自由你个鬼 一切到此为止了 教徒立刻让人点火烧绳子 随后军阀也杀了过来 原来她和教徒联手 准备对付希娜 所以拿回了头盔 两边一言不合又开打 飞得好远 飞行能力没让军阀变得更强 只是让她变得更二 一番打斗后 希娜夺回了头盔 将其扔给加比 眼看绳子就要烧断 箭床就要掉下来 希娜飞身过去拉住了她 又一次救下女孩 这时发现教徒劫持了加比 她拿到了头盔 准备飞出去发展新的门徒 没想到直接摔死在地上 原来那东西被加比掉包了 真正的头盔在爱神手里 经历这几天的事 女孩的三观彻底颠覆 她不愿再为所谓的神明而活 而是要坚强独立过完这一生 此时小黑姗姗来迟 她仍深深爱着女孩 可这次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女孩要出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她向加比说了句生日快乐 双方分道扬镳 偶像萨夫的演唱会只有一场 已经被加比错过 她感觉有些可惜 原来是萨夫金手写的一首诗 当那一刻我望着你 满怀热情难以言喻 好似巧舌断尽情火攻心 我颤抖不已 我面色煞白 这份爱让我摧死游生 与我而言 这便是爱情 加比十分感动 这可真是一个难忘的生日啊